高雄美農的橙蜜香小番茄口碑好 不过因为皮薄 经常因为一阵大雨 就造成严重的裂果 由美農农会举行第四届橙蜜香番茄品质竞赛 30位参赛者都努力在不好的气候条件之下 争取最好的成绩 裁判仔细看果品的外观 再一个个测试番茄的口感 因为连续降雨的关系 今年番茄的品质普遍不如以往 而能够在恶劣的气候之中 获得最后肯定得奖农民都相当激动 由于今年的冬雨比往年多 番茄农要付出更大的心力才有收成 担任这次裁判长 也是冯山农事所蔬菜系主任黄三泰就表示 这季美农产物香番茄至少损失三分之一 农民未来可以考虑搭建温室 减少裂果的发生 美农农会表示 番茄竞菜连续四年举办下来 农民对于田间管理和安全用药 越来越熟练 品质也都相对稳定 今年番茄的产期预估五到三月份 农会也都欢迎民众 在农历春节到美农体验采番茄的乐趣 本番茄子 总监